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用一颗爆笑的鸡蛋抓一把奇妙的拉面 哇 这东西能吃吗 它当然不是吃的 它是听的 它是九点墙墙棍 哦 烧哦 嗯 好听 咦哈 开开开卡不叮叮 开开开卡不叮叮 全体集合 准备出发 跟着我坐上时光景 跳上微笑的白云 飞进幻想的童话里 耶 欢迎大家收听 酒吧新闻台九点墙墙棍 耶 谢谢我是大凯哥哥 今天要来帮墙墙哥哥代班啦 那在这边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 欢迎大家上我们的官方网站 www.news98.com.tw 点选我们的 線上随选重听 或者是到我们的 YouTube酒吧新闻台的频道里面 都有我们 搶搶棍的精选单元啦 哇 今天一定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为什么一定要上一下 我们的粉丝专页呢 news98官方粉丝团 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厉害的小朋友 就是昨天的亚帆 对不对 亚帆跟他的妈妈呢 哇 真的 说到做到一言九鼎 就把他们的这个 小小兵饭团给上船啦 太实在太可爱了 真的太厉害了 而且有很多人大家都说很赞喔 好不好 大家上去看一看 亚帆跟他妈妈的用心 那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 枪枪棍百科全书 为什么彩虹有七个颜色 为什么小狗汪汪叫 小猪咕咕叫呢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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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哈 麦庆麦庆 全部的答案都在 搶搶棍百科全书 大开哥哥 我是一只猩猩 大家都叫我长毛 我每天都喜欢抬头 看天上的猩猩 大开哥哥 那天我又抬头在看星星的时候 看着旁边弯弯的月亮 突然又想到一个问题耶 如果没有月亮 我们地球会怎么样啊 今天要请大开哥哥 来帮忙回答一下了 如果没有月亮 地球会怎么样呢 请大开哥哥 也有另外一个说法 就是呢 这样的天空的星星呢 就会变得比较多 因为呢 少了满月的这个大光害 什么 什么 你在说什么 这样子狼人 他就没有办法变身了 是不是 呼啊呼呼 这样子我们是不是 在中秋节也没有办法烤肉 因为我们 因为我们没有月亮 就没办法烤肉嘛 对不对 到底会怎么样呢 我们一边听这一首猫王的 Blue Moose of 什么 Kentucky的 肯达基的蓝月 一边回答给你听 好不好 Yeah 这首歌非常非常热血 奔腾的 如果说呢 没有月亮 科学家说 地球一天的时间 可能只剩下几个小时 这个怎么跟大海可可想的不太一样 我想说呢 假如没有月亮的话 那白天是不是就会长一点呢 这个我有听过一个笑话 就是呢 那个北韩的金正恩 他说呢 我们大家要上月球 但是呢 他们就说 不行不行 他说 我们要上 我们要上太阳 然后呢 所有他旁边的所有领导就说 不行不行 那个金正恩我们的大将军 我们大家没办法上太阳 因为太阳太热了 于是金正恩就说 好好 各位同志们不用怕 我们可以趁晚上上去 就是呢 你想想看喔 假如说呢 为什么没有月亮 地球的时间 就会少几个小时 因为呢 我们现在有一天的时间 大概就是因为 地球自转一圈的时间 但是呢 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呢 地球转一圈 可能只有几个小时 但是因为月球的引力 吸引我们地球上的海水 哦 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在说的 潮汐涨退 就是有涨潮 有退潮的现象 但是呢 因为潮水不断地摩擦地面 地球于是呢 越转越慢 这就好像是 脚踏车的刹车皮夹住了转动的车轮 让车子的速度慢慢慢慢地慢下来 所以呢 靠着月亮引起的潮水 花了数十亿年 慢慢地磨呀磨呀磨呀 才变成我们现在 一天有24小时的时间喔 今天呢 刚刚强强棍的百科全数跟大家介绍完了 如果没有月亮地球会怎样 马上带海格格就要来出下面一个题目啦 今天我最懂 刚刚的题目是月亮嘛 讲到月亮 今天要问你的是 喔 这一题 相当有难度 赶快Google大师一下 在罗马神话当中的月神 请问一下是下列哪位女神 1.雅典娜 2.戴安娜 3.维纳斯 4.哈玛德律阿德斯 想要知道的 赶快call in 进来我们的电话号码 8369 3398 旅程 5.com 0.6 1.1 5.9 7.7 小园特工队 报出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你 你是谁 我 我是老师 你又是谁 我是校长 怎么校长老师都来了 今天大概哥哥好喜欢那个长毛猩猩的声音 太可爱了 今天我们要邀请到的这位主任不简单 因为他们学校有另外一个别名 叫做哈利波特的魔法学校 这个大海哥哥觉得很好奇 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子的别名 今天我们要邀请到的本日的大来宾 就是我们新北市三峡区中原国小的 陈金华陈主任 掌声邀请 大海哥哥还有我们各位听众 大家晚安 大家好 陈主任很活泼 因为呢 为什么叫做哈利波特魔法学校 就是因为我们中原国小有一个很特别的校风 对不对主任 是的 我们的算是我们的外型很特别 外型特别 因为呢 哇 今天陈主任呢 一进到我们的这个广播电台呢 哇 陈主任就送了大海很 算是厚礼喔 而且是两份厚礼 让我呢 哇 看了瞠目结舍 陈主任啊 呃 因为今天呢我们会有非常非常多 不管是我们中原国小的校友啊 或者是现在在校念书的小朋友 call in进来 陈主任等一下要好好的来跟他们互动一下 首先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呢 据我所知 中原国小好像是一个 呃 比较 新的学校 新的学校 对不对 校龄比较年轻 没错 大概是从几年开始创校到现在 我们是88年开始创校 那91年的时候开始有学生进来就读 嗯 那到现在大约有学生的话是13年左右了 哦 所以13年等于说毕业大概是两 大概是两轮 两轮对不对 对 大概11 11届12届这样子 对 而且呢 哦 因为大海哥哥今天收到这份厚礼 其中一份呢就是我们 呃 中原国小很漂亮的校园 就是呢 哇 我一看到这个校园的外观 哎 就让我觉得有一个欧式建筑的感觉喔 所以我们说是哈利波特的魔法学校 因为网路上呢之前在疯传说 哇 在三峡怎么有一所那么特别的学校 外观很像城堡 那颜色呢跟老街又很搭配 就是我们中原国小 我们是中华民国的中花园的园哦 哦 中原国小 哎 那是不是跟中原大学有关系啊 距离很远没有关系 距离很远没有关系 但是呢 因为我知道这个中原国小呢 它算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地理位置 对不对 在我们观光圣地 三峡特区 对不对 对 在我们三角永老街附近喔 来到三峡你会想到 是我们有东方艺术殿堂之称的 清水祖师庙 对不对 还有我们的百年老街 到明年就是真的是一百年喔 百年老街 那往后延伸呢 大概三百公尺就到我们中原国小 我们在旁边有一座山 就是冤山 所以我们说我们是冤山下的好学员 就是中原国小 哦 了解 而且呢 我发现了 陈主任今天还特别做了一个装扮 他还哥哥今天在电台一看到主任就说 诶 我一握手的时候我就说 主任啊 今天特别帅 穿了一身蓝染的中国服 对不对 是啦 大概觉得可以来行的 行啊来的喔 行啊来的喔 这是我们三峡的特色之一喔 对 为什么呢 因为我记得我曾经有去过三峡老街那边去做访问 然后也是三角泳的干事来跟我们接待 然后呢 他就特别跟我们介绍 而且我还有去手作蓝染 就像是今天陈主任穿的这一套 是 非常吓啪 我想说 诶 我看到明信片里面 我们的中原国小小朋友也有做创意蓝染走秀 这个是跟学校有关系的吗 还是 这是我们学校的课特色喔 课程特色喔 哦 课程特色 对 每位小朋友呢 进到中原国小 从一年级到毕业都会做到 待会小朋友可以分享一下 哦 好好好好 那我们赶快呢 呼叫我们中原国小的同学 赶快call in进来好不好 跟你最喜欢的主任打个招呼 对 我们的电话号码就是 83693398啦 而且呢 今天是我们校园特工队 新学期再开一轮 对不对 所以呢 为了要庆祝新学期再开 所以我们特别邀请到一个最特别的国小 中原国小 对不对 主任啊 我很好奇喔 因为我这样子看起来 学校这样说起来是一个很好玩的学校 这样说对不对 没有错啊 我们在学校呢 除了刚刚讲到我们在 因为三峡的蓝蓝也有百年的历史喔 从清末有很多蓝方 那地方的特色 另外呢 我们学校还有民俗体育的一个推展 还有太阳能教育 就是能源教育的推展 所以小朋友来到中原呢 可以学艺术类的 可以学科技类的 还可以学到我们民俗体育的一些活动 所以呢 非常的多样性 社团也开的相当的多喔 对 而且据我所知 校园占地非常的大 对不对 然后现在好像全校的学生大概是 我们将近600位 我们有25个班级 那我们学校的占地有2.6公里 是很大 我们分成我们的像运动区 教学区 另外我们的游戏区 那小朋友呢 可以使用的空间相当的广 所以呢 我们大约有50几班的设计 那目前就有25个班级 所以呢 我们呢 学校有很多特色 像从公共托育中心 从0岁到2岁 然后呢 2岁以后呢 就可以开始来读幼儿园 那幼儿园之后呢 就进入了我们国小喔 那国小之后 晚上也忍着 那我们还有补校 让我们新住民朋友 或是阿公阿嬷 来学习读书写国志 然后呢 另外呢 还有很特别就是有一个热灵中心 喔 所以我们从0岁到99岁 我们的小朋友 大朋友都爱上中原国小 从早上到夜晚都很热闹喔 喔 这样简单说起来 就是一个全灵学校就对了 不管你几岁 只要你有心想要学习 或者是你想要来参与 不一样的生活型态体验 都可以到我们的中原国小 欸主任主任 我跟你讲 现在呢 刚刚好 有一位我们的好朋友 打电话进来了 张尹超同学你好 尹超你在先 哎呦 哎呦尹超是 尹超听起来声音很 很成熟喔 他是我们的校友 校友是不是 他是我们舞龙队的队长喔 第一任的队长 第一任队长 来掌声先给他鼓励一下好不好 主任好 嗨 尹超尹超你好 尹超今年不知道 可不可以冒贝请问一下 大学吗 所以也在三峡区就读吗 还是现在念什么学校 呃 已经大学毕业了 哦 已经大学毕业了 哦 所以我们从创校到现在 已经有大学毕业了 有 哇 太棒了 而且呢尹超 今天是第一次call in 进来 对不对 尹超 哦 第一次call in 进来 我跟你讲 我们还有特别的欢迎掌声给你 哇 哈哈哈哈 噢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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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来欢迎你 我跟你讲 你看你一call in 进来 就造成这么大的轰动 来 我跟你讲 今日我最懂 今天我最懂 刚刚呢你算是 我们第一优先順位要答题的 好不好 来来来 听一下 走 刚刚那个题目请问一下 在罗马神话当中的月神是哪一位女神 你有没有心中的答案啊 再说一次 戴安娜 戴安娜 是不是正确解答呢 尹超你太厉害了 你看你第一个call in 进来 又是好朋友 又是我们中原国小的这个校友 五龙队的队长 对 又是队长 对不对 最有精神了 可以获得我们抢抢棍的精美礼物 太厉害 欸 主任啊 跟尹超 我刚刚喔 也特别是在讲到这个五龙队嘛 对不对 是的 尹超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据大凯哥哥了解呢 现在五龙队已经演化成不一样的龙了 喔 我们 喔 对啊 因为我们现在中原国小就有吹光 所以 夜光龙嘛 喔 那一间教室 它全部都是漆黑的 然后透过荧光灯管 那个龙就会在你眼前发亮 但是因为我们表演的人都穿黑色的衣服 所以你都不会看到表演的人 然后就看到一条龙在空中上飘来飘去 哇 栩栩如生就对了 沒錯 在一个全黑的房间里面 就看到一只龙这样子灵光炸现 哇塞 神龙白尾 做各种的飞舞的那个表演动作 嘿 太厉害了 喔 所以那尹超我好奇请问一下 在你在就读中原国小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有夜光龙吗 那我们是第一届的啊 嘿 这么厉害你们是第一届的 我们92年93年就成立夜光龙教室 哦 哇 算是独步全台哦 算是很早没有错 可能是第一 真的哦 好厉害哦 来来掌声欢呼一下 太厉害了 而且他毕业之后 还继续到其他学校推广舞龙 就知道我觉得还蛮佩服的 所以尹超你现在还有在参加舞龙队吗 这样子请问一下 现在就当教练 就有在游不过校教舞 大线游不过校教舞龙 哦 真的太厉害了 对 就是希望呢 能够把这个好的创意 跟这个传统的精神 不断的传承下去 因为你看嘛 我就说 这舞龙舞师 其实是行之有年的东西 但是呢 中文国小加入了一点点这个创意 让他变得不一样 嘿 尹超真的好棒 哇 今天谢谢你 能够call in进来 真的 对 对 他们三兄弟 都是我们学校的学生 而且呢 妈妈还是我们的志工 到现在都还担任志工 黄妈妈到现在还在 还在当任志工 因为儿子已经大学毕业 还继续留在学校 为我们学校的小朋友在服务 真的很感动 厉害厉害 那尹超 好奇请问一下 你跟主任熟不熟 我超熟的哦 超熟的哦 是不是 来来来讲讲看 你过去在中原国小 你觉得中原国小 让你觉得最骄傲的事情 跟其他国小不一样 就说 哇 我好想跟你们推荐 中原国小特别之处在哪里 这是武龙称霸全台湾哦 哎呦 武龙称霸全台湾 对不对 曾经啊 光这句话就够帅 而且我 据大概哥哥了解说 主任好像这个武龙还有办比赛 对不对 有 我们有 全 那时候是台北线 新北市的比赛 还有全国的比赛都有 对 而且据说我们中原国小呢 是不断的获得夹击嘛 对不对 不管是创意啦 团队精神都非常的棒 嘿 真的很厉害 这个 嗯 哈利波特的魔法学校 当之无愧哦 对不对 好好好 尹超谢谢你 谢谢你今天call in 进来 谢谢谢谢 哎啊不要挂电话 因为我们有礼物要送给你哦 OK 好 那接下来呢 大海哥哥还要继续呼叫 我们中原国小的同学 因为呃 我刚刚听主任说 其实我们是全林学校嘛 对不对 现在还有很多人都还在学习 现在这个时间还有在上课 对不对 差不多已经下课了9点 哦 可是为什么这么晚上什么课呢 因为我们晚上呢 有补校的课程 那就是有一到三年级 由新住民 还有阿公阿嬷 阿公阿嬷来学习 另外呢 我们有开一些我们社交课程 像是有胡琴班 还有我们的舞蹈班 像有排舞 社交舞 国标舞都有 还有呢 我们的太极拳 还有武术班 在晚上非常的热闹哦 哎呦 就跟我们的节目一样 强强棍 对不对 一整晚都强强棍 对 所以是不管你是想要这个 不断的全林学习 或者是呢 你想要去参加 学一个新的才艺 都欢迎到我们的中原国小 对不对 没有错 校长呢就是开放学校校园 希望呢 我们学校社区化 社区学校化 然后大家一起来学习 是 诶 主任真的哦 我听你这样介绍 我真的觉得中原国小非常好玩哦 好 在我们进新闻之前呢 戴哥哥要再次的跟大家分享一次 我们的call in 打电话 83693398 哎呦 还有 还有一位call in 是不是 黄妈妈 黄妈妈有在线上吗 有 黄妈妈你好 太紧张了 黄妈妈 黄妈妈 黄妈妈想请问一下 你们是家里面的小朋友在读中原国小 还是 你现在本身在 一个已经中原国小毕业 现在是国二了 国三了 还有一个现在是小二 哦 好棒好棒 所以现在是小二 妈妈 为什么会把想出 把所有家里面的小孩子 都送去中原国小 你觉得中原国小 到底特别之处在哪 哪里啊 呃 当初我们学区不在中原国小 然后因为小孩子那时候呢 呃 比较有自主 自主力 然后然后比较独立 然后他 经过那个老街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 妈妈 我要读那个城堡国小 哦 可是我们学区不在那 他说不管 我就是要读城堡国小 哎 漂亮的学区 吸引小朋友进去 看起来就像个城堡 对 而且呢 据我所知是 但是不只外观漂亮 学校内部也非常特别 对不对 有很多什么模拟生态区啊 对不对 水深池啊 水深池 然后社团也很多 对 可以让小朋友很多花飞 对 那真的 在这么多发挥的情况之下 我想请问一下 黄妈妈 那你们家小朋友是参加什么社团 我们家小朋友参加什么社团 我请那个姐姐黄竹琴来跟你讲 嗨 他是第一次巨巨社的那个队长 哎呦 这么厉害 哇 竹琴 竹琴 你是第一次Coin进来吗 呃 第一次的好朋友 来来掌声欢呼一下好不好 嘿 竹琴 竹琴现在已经念国二了嘛 对不对 国三 喔 国三了 好 那过去在中原国小 你是参加什么社团呢 呃 我有参加很多欸 参加很多 那最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哪一个社团 嗯 乐队跟戏剧社吧 喔 乐队跟戏剧社 喔 所以未来也有可能当大凯的学弟妹喔 因为大凯小时候也是参加乐队跟戏剧社 跟大凯可可看齐 真的好厉害喔 来 我好奇一下 因为呢 主任 我刚刚有看到那个 我们现在乐队的指导老师是主任嘛 对不对 是学校的其中一位主任 呃 你过去乐队是担任什么乐手啊 呃 他有分阶段欸 哦 阶段怎么说 来来来 国小六年 这个阶段性训练一定不一样嘛 对不对 你 你是有学了什么乐器 哦 一开始就打响板啊 哦 打响板最基本的吧 把节奏打好 然后呢 对 就 如果胸板练好 再来就吹直笛 哦 吹直笛 然后再来就是开始会学一些管弦业器 对不对 对啊 这样我之后 我之后还有当上那个 打那个大谷的 哦呦 咚咚咚咚 对不对 欸 那我很好奇 你们踏鼓有跟呃 舞龙队一起表演吗 主任 没有啊 我们舞龙也有鼓队 哦 舞龙有舞龙 有螺鼓队 对 传统的鼓队 没有错 嘿 这个有机会的话 可以做一个新旧柔和 感觉也蛮有趣的 对不对 没有错 因为我真的可以感觉到 就是我们中原国小 创意真的很多欸 对不对 呃 祖勤啊 好奇请问一下 你觉得呃 用一句话来形容 你过去念的这个中原国小 你会怎么跟大家推荐它 呃 就是 就是很和善啊 很和善 嗯 和善的好学校 就像外观一样 跟校内园区一样 对不对 嘿 好棒哦 所以和善的学校 培养出和善不一样的人才 谢谢 谢谢祖勤 谢谢黄妈妈 你们的call in OK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 儿童新闻啊 儿童新闻 儿童新闻 听场场哥哥报新闻 听见全世界 是的 啊 接下来呢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2015 9月10号的儿童新闻 屏东县政府为了建构 校园周边的健康饮食环境 从9月1号开始呢 就由卫生局教育处 共同推派专业营养师 辅导33乡镇的这个早餐店 潮商 推出66套的健康早餐 哇 66套早餐 每天都要吃的话 至少要吃个两个多月哦 对不对 而且呢 屏东县教育处资料显示呢 县内的国中 国小 近三成的学童 有体胃过重 及肥胖的情形 就是跟大海哥哥一样啦 稍微有稍微 那个体重控制的问题 不过呢 因为这个比例太高了 所以呢 为了要提供我们同学呢 热量不超标的早餐 在不扰民的原则之下呢 卫生局与教育处 共同推派专业的营养师 辅导业者来推出这个套餐组合 希望大家都能够吃的健康啦 有活力 学习才会进步 好吧 接下来第二则儿童新闻 这个儿童新闻跟大海哥哥 算是有这个切身关系 有三位红鼻子小丑医师呢 最近现身我们台大儿童癌症病房 戴着简单的乐器 以及逗趣的打扮 穿梭在各个病房内 为所有的小朋友打气 也为紧张的家长释放心情 因为呢 小朋友生病爸爸妈妈 总是特别的紧张嘛 而且呢 他们这个非常特质化的 这个即兴表演呢 也疗育了小孩子的心灵 小丑医师的概念呢 源自于美国 并且呢在欧美流行 法国呢 他们还成立了 微笑医生协会 就是呢 将小丑表演 带进了儿童病房 而台湾的沙丁庞克剧团的 总监马兆琪姐姐 去年呢 就前往了法国巴黎 在微笑医生协会呢 接受了将近六个月的小丑医生的 课程训练 嘿 为什么我刚刚说 跟我有这个切身关系 因为呢 马兆琪姐姐呢 就是大凯小时候 在念大学的时候 嘿 我们的那个肢体课程的老师 非常非常专业 而且她的墨具呢 栩栩如生 非常生动 所以呢 马兆琪姐姐呢 在今年就成立了红鼻子的医生协会 首度与台大医院合作 将欧美的模式呢 导入我们的儿童癌症病房 掌声给他们鼓励一下 欢迎回到酒店墙墙棍 今天又是我们的特别单元 校园探工队 今天又是我们的特别单元 今天又是我们的特别单元 今天呢 哇我们邀请到的就是我们 三峡区中原国小的 陈静华陈主任 刚刚呢 在前面一段节目呢 跟我们大家分享非常非常多 中原国小的特别之处 而且呢 哇因为实在是太多了 讲不完不声美举 大海哥哥呢 再从礼物来切入一下 因为呢 我实在是太好奇这个礼物了 今天呢 大海哥哥呢 从陈主任的手上 收到了这一台很特别的车 是太阳能的车子 就是一台很可爱的铝合金做成的太阳能车 为什么主任 为什么要送我这个礼物呢 哇因为呢 我们有算是全国很完善的一个 能源教室 那我们呢 推广能源教育呢 当然太阳能是其中一环啊 那教室里面呢 我们会介绍我们的各种 我们的自然的一个发电 像我们的水力风力 我们的太阳能发电 这些都会介绍到 那本身呢 我们学校也是做到低碳的一个校园 那我们曾经在2010年还有2014年 都获得我们全国基优能源学校 这个评选的杰出奖 这是经济部所办的一个奖项哦 哇 那为什么当初在就是在这么多年前 在设计校园的时候 就已经考虑到节能减碳这些 现在的校园都是我们走向绿建筑 然后呢 我们希望达到绿建筑的九大指标啊 然后当然我们一开始并没有那么多项 慢慢的呢我们有专长的老师 像我们梁哲林梁主任 那进到学校之后呢 那开始呢 把这样的一个概念带进来 那我们在 比如说学校就会设置 我们有4.1k瓦的太阳能板 那另外呢 我们把我们的雨水回收到我们的伐机 这就是我们历任以来 我们的校长 还有我们的老师 主任一起来想出很多的一个节能的方式 那像我们的水生池的水 就是引用我们的山上的山泉水 来做一个灌溉 那另外呢 我们的像风力发电啊 太阳能板这些都有 对 而且呢 我觉得这个是最特别的事情 就是呢 把所有的这些校园特色呢 它也变成教具 对不对 让学生呢 可以近距离的接触到 其实要节能减碳这件事情 是从很基本的事情 就可以开始做起 对不对 不管是回收雨水啊 对不对 到发机来冲洗校园啊 不管是厕所 各个环境 其实呢 我就说节能减碳这个动作 其实是很贴近我们的生活 要从小来教育 从小教育 真的好特别 不过呢 我就说了 刚刚我们特别介绍说 除了蓝染 除了太阳能 节能减碳之外 听说在学校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听说是校长是很特别的 是的 我们校长呢 可以说是孩子王 那点子王 那也很有创意 那而且呢 我们校长室呢 是小朋友的游戏室哦 诶 怎么会怎么会 尤其是第一年级小朋友呢 特别喜欢到校长室来躲猫猫 来玩民俗的童腕哦 哦 真的 是 小朋友可以进校长室 没有错哦 这里是很热门的哦 一打钟 那小朋友就冲到校长室 然后就敲敲门 就进来就开始 我们有像竹蜻亭啊 还有这个筷子枪啊 还有一些小鼓啊 那很多的童腕都在里面 而且在里面跟校长谈谈天啊 那校长呢 有时候手边呢 就有一些糖果或饼干呢 也会送给小朋友吃 那互动非常的良好哦 哦 跟小朋友一起分享 我们校园的快乐时光啊 有错 对不对 因为我记得小时候好像 校长离我们很遥远 就是你知道一看到校长 就好紧张 那是您的时候了 对对对对 哇 这样说起来我们中原 中原国小真的是一个 气氛很棒的学校哦 有错啊 那个校长带领着我们同仁 那跟小朋友 还有我们家长志工 那我们一起来经营一些学校 对 打造一个最有趣的校园 那在这边呢 还要提醒一下 欸 我们的call in 电话号码 8369 3398 赶快call in 进来啦 亲密日记 星期四 零零要考试 今天的我 嗨 今天的你过得怎么样呢 陳君涵小朋友 哇 陳君涵小朋友 我相信现场的我们的主人 应该非常熟哦 对不对 五年三班的陳君涵 对不对 听说今天是第一次call in 进来 我们先给你一点掌声欢呼 好不好 来来来 好热烈好热烈 主任 有 主任这样有开心吗 有 我们家有一个叫陈君涵 你们家有一个叫陈君涵 那我们看看这个陈君涵 跟主任家陈君涵 是不是同一个人 呃 君涵你好 你好 嗨 呃 陈主任是你爸爸吗 嗯 嗨 哎呦 在空中相会 对不对 来来来 君涵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你的心情怎么样 听到爸爸在这个广播节目上面 分享他的工作跟他的学校 你的感觉怎么样呢 嗯 我怎么样 爸爸主任在我们的那个广播室里面 然后就哭笑不得 对 他应该是睡觉时间了 睡觉时间了 睡觉时间了嘛 平常都早睡觉 对不对 君涵 嗯 所以你现在 呃 也在念中原国小 对不对 对 好 今年五年级嘛 嗯 那用一句话 来形容一下你的学校 跟爸爸没有关系哦 你就是就你认识的中原国小 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快乐而上的学校 什么什么的学校 快乐 快乐的学校 还有什么 多元 哦 快乐多元的学校 就像主任说 欸 这个算是打亲子牌哦 对不对 主任跟女儿算是 这个有之一同啦 大家的看法都一样 谢谢君涵 谢谢你的call in 好不好 拜拜 早点休息 晚安 拜拜 OK 那主任啊 今天你看到没有 连女儿都call in进来了 而且呢 我们还有一位好朋友 哎呦 我跟他非常熟 就是我们三峡的里长 是 对 里长我们没有办法 来不及跟他接call in 不过没有关系 在这边呢 嘿 里长 大凯哥哥好久没看到你 一定要跟你打声招呼 那在这边呢 哦 我们今天一定要来 请主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请问一下主任 还有什么中原国小 我们还很想跟大家讲的事情 是 我们中原国小呢 有推展蓝蓝的课程啊 像一到六年级都不同的课程 尤其六年级的毕业主秀 是我们的一个成果展 哦 成发会 对 没有错 我们所有的同学 还有校友都相当的期待 那我们呢 也有办游学课程哦 如果想要多了解我们学校 来做体验学习 也可以跟我们报名 可以来做蓝蓝的体验 并且可以学习民俗体育哦 哦 所以其他国小的小朋友 大家也可以去报名就对了 哦 所以这样子的一日游的课程呢 就是要透过学校的网站 可以打电话到我们学校来 然后呢 我们要跟来宾做介绍 然后可以半天在我们学校 另外半天呢 到三峡老街走走逛逛吃吃喝喝 哦 对 因为三峡老街实在是太好玩了 对不对 观光圣地每一个人都要去 今天呢 我们主任还有一个小题目 要来跟大家出一下 不过呢 在出题目之前 诶 大凯格要邀请一下 我们今天所有 听九点抢羊棍的听众朋友 赶快到我们News98的官方粉丝团 来 我们先来看看主任今天 到底穿得有多帅 你看到没有 这一套呢 哦 已经刚刚热腾腾的上传了 主任 哎呦 哇 我看到好特别的 就是蓝染还可以 映出蓝色小鸭 这是用缝染的方式制作的 有没有不同的技法 小朋友都可以学习 哦 而且听说是一到六年级 有不同的进阶课程 对不对 哦 那今天的这个题目 该不会跟蓝染有关系呢 我们要先请主任来出题 好不好 好 那这个跟蓝染呢 比较没有关系 但是呢 一开始我们一直有介绍 我们的外型呢 我们被网友称为 我们是哈利波特的魔法学校 那主要是呢 我们中原国小的一个外型建筑 很像什么 哦 两个字哦 两个字 然后呢 我们的游戏区也用这个来命名 哦 叫做快乐什么 然后呢 我们的图书馆也用这个来命名 叫做爱乐什么 就是那两个字 哦 那两个字 哦 那两个字 那两个字 我们今天好像不断的重复 而且我们刚刚call in的朋友 也都跟我们分享了 对不对 对 好 那既然呢 我们都知道题目了 要怎么回答呢 明天我们就赶快 会把这个答案公布 跟我们的所有得奖者呢 就会公布在我们的官方粉丝团 除了你用使用传针之外呢 也可以利用我们的粉丝团下面的留言来回答 记得 记得 千万要注明你的班级跟姓名哦 题目相当简单 对不对 中原国小的外型很像什么 中原国小外型很像 应该不会是英文叫castle吧 哈哈哈 不能谢答案 不能谢答案 对我们没有讲出中文的答案 但是 刚刚稍微有给大家一点点小小的提示 今天呢大海哥哥要再次的热情 谢谢我们的陈主任 感谢你来跟我们大家推广了一个 这么友善 这么快乐 这么多元的学习的国小 中原国小 谢谢主任 谢谢大海哥哥 欢迎大家来到中原国小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 这是民国九十三年六月二十八号下午三点多 在台北大同区巷子里 修理纱窗纱门的喇叭放送声 你有碰过这样的事情啊 平常觉得常常看到的东西等你真的要的时候 怎么找也找不着 那天 强哥的纱窗被老鼠咬了个洞 就记得我们家附近有个可以补纱窗的店 要不然 我也就是一定听过 在修理纱窗纱门这种喇叭声呢 出现在我们家附近 所以咯 我就骑着摩托车到处绕 去找旧兵来帮忙修理纱窗 奇怪了 绕了好久 找了大半天 店没找到 喇叭声也没听到 强哥只好回去用胶带先把洞封起来 三天之后 朋友帮我把纱窗修好了 正当我们呢 走出门 巷子里就传来修理纱窗纱门的喇叭声 更妙的是 在我家对面路上就看到那间捕纱窗店的招牌 小岁 在海蜊窗纱窗店 ATS 工作到 Не叭声 Organ制 lum低 sample 。 sens。 知 confused 哈 的 自己 shown 摩托车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